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于祥全又喝酒惹祸,他今天凌晨到信义区夜店Viva喝酒,没想到喝酒结束后,他竟涉嫌在店外7楼殴打原本与他同桌喝酒的高兴友人。 高男当场报警并坚持提告,警方到场后依伤害罪现刑犯歹人,虽然于坚称自己紧口脚没动手,但高男指证利利,警巡后仍将他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 台北地检署训后依伤害罪预令于祥全3万元交报,监警将调月附近监视器并找寻目击者,厘清于祥全究竟有无动手。 据了解,33岁于祥全在警局时由于酒还未退,一再大声叫说我不是妈宝,与他发生冲突的34岁高姓男子则称于态度嚣张,还说要爆料给媒体。 于祥全的父母于天及李亚平清晨都有道警局关心,面对儿子喝酒惹祸,都感到很无奈,后来见儿子没有受伤后先行离去。 被打的高男说,当时于祥全一直要带他的女性友人离开,两人因此争执,后来于下楼后,在夜店旁边骑楼,朝他脸回了两拳,造成他下巴于轻。 于则称对方要拗他付酒钱,双方才争执,否认动手。 台北地检署讯后,依伤害罪预令于祥全3万元交报,监警将调阅附近监视器并找寻目击者,离清于祥全究竟有无动手。